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你有什么过节吗 他为什么冒着自己账户损失这么多钱的风险 来陷害你 对 这份合约是我签的 合同上账户的密钥 现在在哪 在川河门店的保险柜 从合同签订日起到今天 除了你之外 是否有人接触过该密钥 没有 密钥一直由我保管 所在保险柜里 没有别人可以拿到 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 我一进公司的时候 我的包就被公司的人收走了 钥匙就在包里 你吃一下 盎部长 这到底怎么会 这是你负责管理的米鹿小姐的账户 对吗 对 这是你的公务卡 尾号246 对吗 没错 是我的卡 上中四 米鹿小姐的账户里 有一笔五百万的资金 转到了一款线上的金融产品上 今天凌晨回到账上 与此同时呢 一笔一万三千八百多的金额 就达到了 你这张尾号是246的公募卡上 以上情况属实吗 你是否知情 不属实 我也不知情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 一切都在案情话进行 估计她很快就快撑不住我 我想说的是 密钥除了我有 米露收入也有一个 安宇 那你的意思就是 米露小姐坚守自盗陷害你 你一个刚入职的小职员 人家给了你这么一个大单 你不好好感恩 中饱私囊不说 现在反而咬顾客一口 我有你这样的员工 我真的是 感觉到就此 苏总监 冷静 好 我冷静啊 我冷静 那我问你 你说米露小姐陷害你 为什么 她和你有什么过节吗 她为什么冒着自己账户 损失这么多钱的风险 来陷害你 米露小姐账户资金被转的 周四晚上十九点五十五分左右 你在哪里 周四晚上 从监控视频上我们看到 当晚十九点三十八分以后 公司只有你一个人 一直到十九点四十分 快捐 对 就在这里 你从正门走了出去 三分钟后 店内监控就被关闭 十二分钟后 账户就被人动了手脚 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当天晚上我看见门口有个老奶奶 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奶奶您好 有什么 我可以帮助您吗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别着急啊 别着急 谢谢你 姑娘 然后我就去送她 谢谢 谢谢 送她到了一个 一个公交车站 109对吧 对 那行 那咱们就等一等 不知道啊 来 停上 在那个丁白村下 老奶奶 什么年纪 叫什么名字 是我们的顾客吗 她不是我们的顾客 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 安芸 你是在侮辱杨部长的智商吗 搬出这么一个没名没姓的人 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想蒙混过关 有没有路边的监控 或者沿途遇到的人 能够证明的 当天晚上没有遇到人 因为那一代非常的偏僻 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得到监控 好了 安芸啊 我觉得呢 你还需要时间再好好想一想 半个小时后我们再过来